腾讯体育8月29日宣对于韩国球员孙星明来说,如果不能在亚加达,亚运会夺冠,将直接面对扶兵役的残酷现实。 这是孙星明最后一次,躲过扶兵役的机会。 根据还没消息,孙星明一旦不能率队在亚运会夺冠,最迟在明年年底前必须如。 孙星明的前途微卜,韩国法律规定,成年男子出有特殊疾病来,都必须在28岁之前扶兵役。 韩国的运动员也是必须要扶兵役的,两年的兵役期,其中优秀的运动员可以加入上午队,前期是必须要进入上午的选秀大会。 最近两次男族运动员免出兵役,依此是夺得2012年伦多奥运会第三名的球员,以及2014年仁川亚运会冠军的球员。 两支球队都没有孙星明,所以他只能寄望本届亚运会获得冠军。 对于1992年出生的孙星明来说,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,目前孙星明的合同会在2023年到期,也就是说还有5年合同。 对于日子来说,一旦韩国人要去扶兵役,球队必然会受损失。 因此,对于日子来说,孙星明的兵役问题,以及留知,带来的好序问题颇文棘手。 条周永在2011年校立摩内阁时,因为在德国获得永久居住权,停留5年以上,因此退市服兵役时间可以退折到37岁时。 孙星明在2009年11月加入德加汉堡之后,直到2013年3月,在德国也待了5年多时间。 可问题是,即使获得永久居住权,他也没有有明确的理由在国外居住。 对于孙星明来说,一旦要服兵役,他必须要提前半年回到国内联赛中,然后接受上午队的选拔,这样才有资格进入上午队。 对于药州一哥孙星明来说,接下来的亚运征程不容有失,都想卖。